大家好 欢迎收看4月14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方家伟 通往秀林乡同门部落入口的乡道为私有地 40多年来村民都是从这条道路进行通行 而地主为了自己的权益向法院陈勤 判决结果是审诉 私有地的道路地主是可以收回 不过影响到村民的行的安全和便利性 因此当地的村民特别向县议员田韵新来进行了陈勤 14号他特别邀请了花莲县政府秀林乡公所到现场会刊 和地主协调是否可以方便同行 14号下午3点 县议员田韵新和他的团队邀请建设处和秀林乡公所 同软前往同门部落入口的乡道前往现场会刊 来了解地主为何封路不让村民们走 地主邮警表示由于这条乡道是他的土地 为了自身的权益向地方法院陈勤 判决胜诉 所以他就封了一半的路 108 3月18我们官司就胜诉了 判决乡公所要还给我们土地了 这是判决书的公文 另外就是乡公所也立了告示牌在上下 上下各两册各两张 这就是我们判决文都在这里 那公所也立了那个告示牌在这里 那我就是因为也考量到垃圾车还要进出 旧物车公物车辆这些等等 当时没有编经费 所以我就答应公所 那现在我为什么会收回一部分 原因就是说公所已经确定了 我也那天也来现场会看 已经申请间接道路的宽度 跟设计设计公司的人员也到现在也来设计了 那我就先收回一部分 那也请乡村民大家也了解习惯用路的习惯 不过当地的村民表示 这样会影响到他们的出入 安全以及便利性 所以就向县议员田云新澄情 田云新和办公室主任梁文孝也向地主说明村民的心声 如果我们这边的乡村一直问说这样子 这个城市 如果我这边这个私有地也是我都会来封 那每个人都封好了 那都封好了不是这样吗 因为这边的乡村说好 如果他把它封起来对不对 那如果车祸了 那谁要负责 那是不是他们已经习惯沿有的道路 那我是要请乡公所来说明一下 并不是说我们要干什么 因为我已经听了那么多同门的乡村来跟我曾请我 我做议员我要怎么做你教我 万一说我们这边乡村民车祸撞到你这个户篮 这个谁要负责 对不对 这个谁要负责 那你公所这边可以说明吗 谁要负责 万一乡村民撞到这个户篮谁要负责 我问你 我们可以打吗 现在我们部落长期出路的大陆被封了一半 确实会影响到大家的便利性 由于土地是地主所有 如何在请义法的情况之下 村民和地主双方能够在和谐的情况之下 各退一路才是上上之策 现任天先表示 只要村民成前的安建都会一意了解实际的状况 希望以行动的方式找出问题的症结点 真正的为民众争取权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